南方好像没有什么澡堂文化 北方就有 所以我从小都是那种 跟妈妈去洗澡 就是大澡堂的 我觉得那北方那个搓澡 搓得我的皮都掉了 多舒服 我老公以前也不喜欢搓澡 然后现在就很喜欢 但是他不会搓 你知道身上是有那东西人 叫村你知道吗 泥就是泥 就这样 把你那个毛孔里边那些 脏的东西给搓出 不行特痛我受不了 那说明给你搓的那技术不好 对 就你不搓就感觉没洗澡 但搓完之后你就感觉上千了两斤 很轻松 对 感觉洗干净毛孔感觉会呼吸了 真的 安排一下 安排一下